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一个人天天锻炼身体 早起早睡 不抽烟不喝酒 结果却得了大病 不可思议吗 其实他在多年前感染了病毒 潜伏多年后最终爆发了 所谓的好人没好报 或坏人活得好 如果从佛教的三世因果观来看 就容易理解了 佛教所讲的因果是贯通过去 现在和未来三世的 有的人现世是一个好人 可是过去是种下了很多恶业 通过现世的行善 有的恶业已经消除了 有的延缓了 但是由于恶业太多 有一些最终还是酿成了恶果 于是就出现了这种表面上看起来 好人没好报的情况 同样的原理 反过来就能解释为何会出现坏人没有恶报的现象了 因果报应真是不虚 丝毫不爽 所谓的善没善报 恶没恶报 都只是我们对表象的片面观感罢了 那么我们怎样最大程度地消除过去世以来的恶业 积累善业呢 这就需要依据佛法来做 而想要快速消除恶业 积累善业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念佛 凭借佛令 趋恶积善 消灾增福 现实中时 彻底根除恶业 往生极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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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